她說 我媽一直有個夢想 想要當女優 有沒有這個潛力 來 妳 Saoさんは 女優になる夢があります で なれるかな という ホテンシャリー 還有我媽的臉 ありますか 各位觀眾 看到標題就知道要發生什麼事了 她好像說無頭 因為我們今天 乳藥是讓我媽跟 加成衣相親 但我媽我選擇不知道加成衣是誰 她一直以為 她今天來是要跟張信子相親 我平常說我找了一個知名的藝人 然後有點年紀 她知道 我知道說她的偶像是張信子 所以她一直以為是張信子 好的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 位於東區的餐酒館 這間叫Mew是我自己陪我開的 為了我媽的終身大事 她今天特別三點就幫我們開門了 那目前加成衣還沒到 然後我剛才跟子東討論一件事就是 你覺得我媽有可能知道她是誰嗎 不是 我覺得很難 加成衣是會上新聞的人 可是我媽連什麼藝人她都不認識耶 啊 知道張信澤啊 因為張人很老啊 喔 對喔 加成衣很老啊 只要你媽有看過A片 我覺得有一句的記憶 她如果知道加成衣 我會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我確實啦 如果我爸知道那些AV女兒是誰 那我會 對 那感覺會很怪 可是我們不管嘛 我就讓我們進去吧 GO YEAH 大家看到了是我媽 為了今天的相機 還去settle頭髮 這是我的另外一個主持人 對 因為尼克現在人在國外 我請他來幫我一些主持人 今天的出題也比較適合 他算是一個有名的明星 對 等一下要來的是一個老牌明星 你看那臉 你看那 笑得很開心耶 記住這個笑老 明年不會日文 我也不會他也不會 所以我特地找了一個翻譯 翹克萊的查理 他今天負責翻譯 今天翻譯擔當 他是一個高中生 我為了就是還不是配翹克萊 今天是一個大陣仗 真的很大陣仗 他腳有傷 也是日本人 所以等一下那個是日本人 日本人啊 對 跟我想的那個不一樣 他長得跟張信哲很像啊 但是硬要比的話是不是 這個比較紅啊 現代年輕人的話 他的知名度比張信哲還高啊 對啊 現在張信哲跟他比 他可能張信哲很紅 而且他80年代到現在拍了 1萬多支作品 真的很有名 他是演員 演員 你在笑什麼啊 如果你大家遇到那個男的 你不知道 怎麼跟他去相處或應對 這種年輕的女生 也會比較知道說 我們現在跟人家 一些老一輩的人 要怎麼去相親或什麼的 你都可以問他 你想問什麼問題 就直接透過 鯉魚斌你也不是年輕女生嘛 算年輕啊 只是沒有人家那麼年輕嘛 你可以問他嘛 看他們現在年輕人在玩什麼啊 也可以問他 因為我算是對 等一下會來那個 比較了解一點 所以他是特地從日本過來啊 為了你啊 為了你 他感覺聽到不是張信哲 就很沒興趣 就熱情減了 對啊 八分的那種感覺 就是好像不知道你怎麼會加我 我會怕你媽發揮 我媽不會發揮 我媽會很尷尬 尷尬到底 其實我剛剛又想到另外一個可能 會不會播我今天的約會之後 你媽跟家庭一 欸 對啊 你要想 沒有這就要看我們的翻譯小姐 對就看他翻得好不好 因為老實說 我家庭功力是高的 我真的不要亂你媽 你可以接受嗎 我能接受啊 說什麼好不能接受 你要叫家庭生輝啦 好那 我們的男主角到了 主媽 這是今天 要跟你相親的對象 有見過嗎 有覺得有像羅斯峰嘛 今天沒有張信哲 羅斯峰也可以吧 還可以吧 他超尷尬 他開始尷尬了 你要好好跟人家自我介紹一下 你說中文 然後會有幫你翻譯的 我都希望 哦 哦 我學家代語 不是 你為什麼要繞日文 你日文很強嗎 沒有 是科系 好啦 那我們差不多可以上菜了 那你等一下可以好好跟人家聊個天 我現在看到本人 尷尬分數的幾分 你覺得他有多像張性質 啊不然覺得他有幾分 1到10 先給 10是最高的 10是最高的 第一印象的幾分 欸 要認真喔 我不用翻 這個要翻 這不用翻那個東西 我其實滿好奇 家庭先生有 跟台灣年輕相親過的經驗 尷尬說 是 台灣的女生 嗯 有遇到的經驗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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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做快樂的事情的經驗也沒有 哦 那你問他我媽可以成為第一個嗎 今天尷尬說 是 有機會成為重要嗎 沒有 現在還沒遇到 哦 就現在剛遇到我們再多認識 是不是 那你問他說 我媽一直有個夢想 想要當女優 有沒有這個潛力 哈哈哈哈哈哈 什麼 尷尬說 嗯 嗯 女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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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算滿有禮貌的 如果是我 對 說我媽這個年紀還可以當女優嗎 不要問我是你親媽 嗯 他腳柳上了 對 好吃 好吃 對 媽 你問他吃一下 沒有 應該加成先生 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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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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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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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哦 我想要問就是蕭小姐今天幾歲 哦 很老耶 沒有那個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我來 五十歲 哦 你看不出來 我得說我媽看不出來 你看不出來 做你孩子 他說完全在好球袋裡面 這個 我比他年輕的 今年比他年輕的大概十歲以上 嗯 你爸問就是家人先說 有沒有想要生一個混血寶寶 畢竟孩子有啊 哦 加藤さん 就是 Puff的 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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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但是我比較好 現在獨身 但是台灣人 也有興趣 他其實蠻會是說話的意思耶 對啊 哈哈哈哈 有沒有好奇的地方 有沒有好奇什麼 還好奇吧 還好奇嗎 他還好奇嗎 他一直獨身嗎 哦 好奇 那他這樣來台灣幾天 今天 七日 啊 但是晚上 女生在哪裡 真的沒有 哦 又在暗示 那你幫問他說 如果以後我媽去日後 可以找他嗎 哦 可以 可以去那裡嗎 感覺很苦的東西啊 哦 可以去日本嗎 好嗎 那家人先生都喜歡去哪裡 我喜歡横浜 横浜 横浜 我媽應該要 對家人先生有些問題也該問吧 嗯 他會充滿你 老師你為什麼他會充滿你 要這樣想要問說 有沒有可能兩邊的話 混騰一下想要去哪裡之類的 沒有 我沒有太過分 從台北 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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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台灣有沒有特別想去哪裡 我媽可以陪她去 對 台北101的店舖代 這個景點給幾分 浪漫 七分 你出七分 太浪漫了哦 你知道有沒有什麼事情想要問 哦 那是丟球回去吧 你越尷尬我越痛苦 我是買台北的 哦 住在台北嗎 欸 南投 台中 哦 你看你說 南投可以帶她去智月堂 哦 我覺得我會更慘 哦 舒服 先請她們先好好吃飯 先不打擾她們 如果妳再這樣尬下去 我應該等一下 會很痛苦 5 6 6 5 6 6 5 6 6 我跟妳講說 我覺得 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我會很痛苦 真的 好的 大家都吃飽了 接下來我們要換下個景點 然後再去下個地方之後呢 我會跟我媽好好的介紹 今天來的這個 嘉賓是誰 她需要好好的認識一下對方 那她也需要好好的跟別人聊一下天 不要再這麼尷尬 對 妳越尷尬 妳的小孩會越難過 我是為了妳幸福著想 你看我剛剛都差點跪上去 我會覺得說 哇 看妳這樣子 我會很擔心妳 我會很擔心妳 對 於心不忍 就很擔心就是 我要希望妳好好跟老師聊聊天 好好認識一下 這是一個機會 那我們準備移駕到下個地方吧 GO 好的 那我們移駕到下個地方了 這邊應該算是我的 比較居家的一個辦公室 事到如今我覺得 我們應該要好好的 跟我媽公布一下 老師的身份 你沒有看過老師對不對 好 沒看過 那你先猜一下 你覺得她是怎麼的演員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我們請我們的子通來公布一下好了 其實這個佳琳先生就是 從1980年代開始拍攝成人影片 然後大概拍了15000部影片 體力很好 她厲害的不是在體力上面 她最有名的就是她的金手指 她的金手指很厲害 她有像絕火應該是 到現在還沒有能有辦法超越 我這樣說算可以吧 差不多可以 差不多這樣說 她有一個很厲害的按摩手法 即便是在場的所有女性 可能遇到她這種的按摩手法 可能都會投降 那想說就是 我今天來就是想要好好的 為我媽媽示範一下這個按摩手法 然後我們去了解其中的一些奧妙 像個學生一樣 來跟老師學習一下這個奧妙 剛剛媽媽的臉有點尷尬 所以我捲一點錢 剛剛媽媽你現在很尷尬嗎 你們那整個都在尷尬嗎 你越尷尬我越心疼 你們如果大家看我跳起來 就是因為你太尷尬我 我就是受不了 好啦 我覺得我們不要那麼多廢話 我從高中請來了一個女學生 然後她等一下呢 會請老師示範一下這個按摩的絕火 然後我希望你等一下認真的看 示範完之後我希望下一個就是你 好啦 那我們請老師示範一下 你要看直戲 你這一輩子可能只會看這一次喔 我也是第一次實際看到了 謝謝 謝謝 各位剛剛說我只拍真實的東西 所以我媽媽那麼尷尬我也沒辦法 我開始了 你幹嘛看我 你看那邊 你幹嘛看我 你看那邊 不是 這是一個絕火 我們先訪問一下查理 覺得感受如何 真不愧是 常文中的 絕火哥 技術 好 我說 媽 你覺得如何 好 不是 你不要這麼尷尬 你有沒有看過影片 他就是最傳奇的演員 他就像華語歌坦的張 為什麼不要拿張信子來開玩笑 他在AV界就是以金手指著名的 欸 不是每個都可以看現場的 我們要抱持著一個藝術的角度 他有覺得說被陳徽整的感覺 預告 這個作詞 讀人們的名字